第35章 罗锋的实例 江南阁 罗锋住处浴室内 哗 哗 热水冲刷在罗锋那强壮身体上 将污垢等进阶冲洗干净 咕咕 浴盆中的脏水全部倾泻流光 而后罗锋才塞上塞子 又躺在浴盆当中任由热水喷洒在身上 虽然躺在那 可罗锋的心情却是前所未有的愉悦 许久之后 罗锋才从浴盆中爬出 用浴巾擦拭了下身体 就赤条条走进房间 穿上战靴 做战服长裤 不过上身却只是仅仅穿着一件休闲衫 长裤裤带内则是存放着石柄飞刀 去九重楼测试一下我现在的实例 罗锋迅速下楼 在黑夜中迅速前往九重楼 而此时已经是深夜两点多 深夜两点多 九重楼内也就第九层 依旧有一些学员 因为精英训练营的古文明重力士和试炼士 一天24小时 只有中午有一个小时是暂停使用的 其他时间几乎都是有学员来使用 即使是深夜 不过其他的练舞厅却是根本没人 九重楼第五层 其中一个小型练舞厅 啪 灯光打开 一名黄皮肤青年已经出现在这练舞厅内 这厅门已经从里面关闭 至于窗户九重楼的窗户设计的时候 本来就是从外界无法看透里面 而里面可以轻易看到外面的 这一切让罗锋很满意 暂时 他还不想让人知道他是精神念师 精神念力比我的身体素质高两个层次 就看看 我现在身体素质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准 罗锋走向放在练舞厅角落的一架大型全力测试机 放在九重楼内的全力测试机 那可是最顶尖的测试机 就是高等战神们的实力都能轻易测试出来 能够承受高等战神们的重拳 这全力测试机的造价可想而知 打开开关 全力测试机的显示屏已经亮起 前两天我的全力是25100公斤 看看现在达到多少 罗锋站在拳马面前 高等战神们重达数十万公斤 爆发起来近百万公斤的重拳都无法破坏 这拳马用才不比高等领主怪兽的领甲差多少 罗锋动了 没有任何特殊的用力方法 只是单纯地将身体蛮力全部爆发 只见罗锋的右拳宛如一发炮弹 带着音爆声直接轰击在拳马上 哼 拳马猛地震荡 声音低沉发闷 罗锋立即看向显示屏 显示屏中已经浮现了一行数字 63602KG 这么多 怎么会这么高 罗锋瞪大眼睛 感觉自己仿佛是被一个巨大的馅饼给砸中了 本来罗锋估计 自己的全力应该最起码达到五万公斤 如果运气好点 或许能五万多 走大运可能接近六万之多 可是 六万三千六 这几乎就是六万四啊 已经是初等战神的最低线了 我的身体素质 可以说勉强算是初等战神了 那不就是说 我的精神念力 也勉强算是高等战神级的精神念师 罗锋心中涌出一阵狂喜 他也清楚 初等战神的界限是 六四零零零公斤到十二万八千公斤 自己这高等战神级精神念师 只能说是刚刚踏入界限 而非高等战神巅峰 等自己力量达到十二万八千公斤 恐怕才是高等战神巅峰的精神念师 可是 是精神念师啊 就算是刚刚踏入高等战神的界限 对付正常舞者 就算是高等战神巅峰的舞者 恐怕击杀也不是难题 一般高等战神 都是绝对横扫的 放眼整个地球 除了超越战神的存在外 战神当中 就算极厉害的高等战神 恐怕大多数都是被我横扫 只有极少数 能跟我不相上下吧 罗锋双眸目光如电 强大的实力 令他拥有绝对的自信 实力 带来自信 而战神当中 真正能令罗锋低头的 估计也只有高等战神巅峰的精神念师了 强大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罗锋心中的激动 仿佛潮水般汹涌 跟精神念力比 自己的进身战 就弱得太多了 自己身体素质上 勉强算是初等战神而已 即使凭借超过12的战力阵服 能得到中等战神的称号 可和精神念力一比 根本不算什么 25100公斤 到63600公斤左右 我的身体素质 不只是翻倍 而是过去的2.5倍左右 罗锋心算一下 这龙血效果 的确是惊人 这次罗锋倒是猜错了 单单一份龙血 效果估计也就两倍 勉强出头 这次蜕变 除了龙血外 其实还有精神念力 强化身体的缘故 当初罗锋第一次觉醒 身体素质就提高了一大截 而那一次的精神念力 也就增加到初等战将级而已 而这一次蜕变 罗锋的精神念力 直接从初等战神跃升到 勉强达到高等战神底线 从绝对数量上而言 提高的精神念力 是第一次觉醒时的失败 瞬间增加这么多精神念力 自然也强化罗锋的身体 不过因为和龙血同时强化 所以强化幅度没那么夸张 可也令罗锋在权力上 多增加了近1万公斤 从5万多 直接变成现在的 近6万4千公斤 深夜时分 空旷的练武厅中 罗锋一步步后退 后退到距离权力测试机 足足20米 我看看 我的精神念力到底有多强 罗锋目光一亮 顿时两柄隐隐隐 有着银灰色光泽的黑色飞刀 悬浮在身前 这两柄飞刀 正是这次得到的SS级飞刀 罗锋心意移动 两柄飞刀立即倒转180度 刀柄朝向权力测试机 飞刀刀尖朝向罗锋本人 去 罗锋强大的念力操控下 错 其中一柄SS级飞刀 瞬间化为一道黑色光线 刀柄朝前 刀尖朝后 就是这么的 这道黑色光线直接设在权力测试机的拳把上 疼 拳把猛的震荡 发出让人心脏都欲要停止的低沉声音 显示屏上立即出现了数字218606KG 看到这个数字 罗锋不由摇头唏嘘不已 变态 变态 难怪精神念师无敌了 罗锋惊叹不已 按照素质上说 128000公斤 2560000公克 是中等战神的身体素质 可是要知道 这飞刀攻击可不是重视力量的 而是以速度取胜的 速度取胜的飞刀 都能蕴含接近高等战神的距离 这飞刀刺下去 击杀高等战神怎么会奇怪 我同时操控十把飞刀 从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刺杀 速度都是超过十倍因素 并且还能瞬间变相 任你高等战神身体发力在强 刀法在厉害 身法在巧妙 也是要毙命 罗锋看到这个数字 不由唏嘘 凯探不已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 超过十倍因素下 高等战神们 抵挡都是很困难 且精神念力能操纵 好几把飞刀围攻 这可比是炼塔的怪兽可怕多了 哪个怪兽速度达到十倍因素 这就是精神念师的可怕 论精神念力的力量 也就勉强达到高等战神最低线 可是在使用的灵活性上 诡异程度上远远占优 令罗锋却能横扫几乎绝大多数高等战神 除了极少数变态 或者是其他高等战神级精神念师 虽然此刻罗锋的真实实力 已经堪称精英训练营第一人 可是罗锋却清楚 在全世界上比他强的还是有的 不提超越战神的存在 单单战神当中 他现在还算不上无敌 只能算是接近无敌 8月1号 清晨时分 183名学员齐聚在九重楼前方的草地上 都三五成群地聊着天 所有学员都是穿着全副武装 背着背包 以及各自兵器等等 因为今天就是生死冒险出发日 不过出发之前 大家都在等待一个人 世界第一强者 红 红怎么还没来 赵若 罗锋 史江三人都坐在草地上聊着 赵若更是满脸通红 我昨天晚上做梦都梦到红了 啊 啊 别花痴了 罗锋打趣道 你说什么 赵若一瞪眼 罗锋吓得一跳 连看向旁边的史江转移话题 史江师兄 你见过总管主 总管主到底什么样 听到这话 赵若也连看向史江 毕竟三人中只有史江这个老学员 曾经看过红 总管主红 怎么说呢 史江双眸中有着一丝崇敬 也有着奇异色彩 神灵 神灵 罗锋一正 嗯 传说中的神灵 我想不到其他形容的词语 史江感叹道 我也见过其他巡查史 超越战神的存在 可是 其他超越战神的存在 跟总管主红一比 感觉根本就是星星和太阳比较一样 罗锋暗自点头 史江随即笑看着罗锋 赵若 师弟 师妹 您现在多花些心思 在即将到来的生死冒险上吧 这次我们的生死冒险 可是去澳洲大陆 大涅槃之后 整个澳洲大陆 可都是怪兽的天下 和非洲撒哈拉 南美亚马逊 并称世界三大险地 澳洲大陆 在大涅槃之前 就是动物极多 整个大陆上人口 才一千多万 大涅槃时期到来 这澳洲大陆变异出的怪兽 繁殖之后 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冠 在那大陆上没人类了 整个一片大陆 就是怪兽们的老巢 跟非洲撒哈拉 南美亚马逊 是并列的三大险地 偶尔一些超级组织 会派出特别小队 去这大陆进行磨练 而这次 罗锋他们 就是前往澳洲大陆 恩 罗锋不由抬头 看向天空 其他不少学员们 也都看向天空 因为一道音爆声 已经在天空响起 传播下来 而且一道模糊的影子 已经出现在精英训练营上空 凝聚之后 正是一架血红色的 三角形战机 管主来了 快 兜起来 所有的战神老师 还有坐在草地上的学员们 刷的 个个都占的笔直 所有人都知道 世界第一强者 世界第一财主 拥有全世界最强权势的存在 即将出现 人们的希望 世界最强权势的存在